移民马来西亚快两年,纠正一些国人对大马的误解。 不知不觉移民马来西亚快两年了,今天有空写一篇文章来分享下两年的感悟心得。 马来西亚沙巴岛的海景。首先说说心态,来这边最大的变化就是心态。 以前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住急,在大马住久了以后就发现做什么事情都不急了,心态变好了,开车也会慢慢排队了。 不小心碰到了别人肯定先说sorry,当然别人碰到我也是一样,有时候会发生同时说sorry的场景,真的挺好玩的。 在大马那么久了,真的一次都没和别人吵过一次架,想吵也吵不起来。 水上清真寺。再说说很多中国人对马来西亚的误解,听到最多的就是马来西亚反华。 其实我想说马来西亚真的不反华,无论你在哪里都感觉不到反华的任何气息,无论是马来人、印度人、华人、新移民都非常的友善。 有时候你会不敢相信当你问路别人,和你解释不清楚的时候就会邀请你上车直接送你到目的地的,马来人就是那么友好。 马来西亚各民族非常团结。还有的人认为马来西亚只有马来人。 真的在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,昨天看到头条上有篇文章报道马来西亚庆祝中国新年,很多人在下面评论说大马人学习我们过春节。 我想想真的非常有趣,大马有超过25%的华人,过华人新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 举个例子,你今天移民到美国去了,你还是会继续庆祝春节,等一百年以后,你的子孙还是会继续庆祝春节,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? 马来西亚的海鲜 马来西亚的海鲜 再说说大马的饮食,很多中国人认为马来西亚只有马来餐或者印度餐,以咖喱为主,过去了很难适应。 其实马来西亚到处都是中餐,主要以粤菜和福建菜为主,这里还能吃到在国内失传的福建面。 吉隆坡的福建面。各式的海鲜都是越式的做法,非常的好吃。 还有马来西亚的商场非常的多而且商业也很繁华。 类似这样的购物商场在吉隆坡到处都是,而且像Pavilion这种高级商场可以买大类似LV这样的大品牌。 最后再说一下我为啥会移民马来西亚,因为贫穷啊,去不起美加澳这些已开发国家,最后瞎求转,转到了马来西亚觉得还可以就已过来了。 有兴趣了解更多大马的信息可以关注我和转发,谢谢支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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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